花蓮老家協会17号下午在美轮饭店举办了第19届圆梦餐会 由追梦骑士团超过20位众机队员 分三个提示载着100多位长辈前往饭店来参加活动 让老人家既期待又惊喜非常的兴奋 大型众机一台接着一台呼啸而过 长者们愉快的心情全都写在脸上 这是花蓮老家協会17号下午在美轮饭店举办的第19届圆梦餐会 由追梦骑士团超过20位众机队员 分三个提示依序载着100多位长者前往饭店参加活动 大家从早上5点就从台北大老远改下来 然后不会风雨因为今天特别特别冷台北只有11度 那我很感动的是所有的团员们大家能这样的热心参与 其实我们团里面都是也有一点年纪 大概都是40几岁以上 那我们想到以后我们会面临这种 这个年纪零零层 看到老家有这个活动 那我们当然就互富融失了 还参与 希望说能抛转影域以后 我们也同样的会给他照顾 除了大型众机和五型餐店 今年的圆梦餐会除了安排互动闯关游戏 也邀请一南望金曲乐团的乐器演奏 还有主权社区长者的非洲鼓和天界之洲爵士舞演出 东华大学活舞社及立美文化艺术团打合舞等等 希望给长辈留下一个难忘回忆 就是老家的服务包括送餐物资经济补助都有 我们一直希望这些弱势的长辈 一些愿望跟他们的一些希望缘他们做 他们可能一辈子甚至是一辈子做不到的一些很多的梦计划 最梦骑士团载着长者赋宴 让他们仿佛是回到年轻的美好时光 而老家协会也期待透过计划汇集社会大众的心力 吸手完成花莲福利边缘弱势长者及独居老人的心愿 丰富长者生活经验提升自我信心 在生命晚年不再抱持缺憾 记者许丽琴华林市报导